其实这个是下周会请中文院的朝育博士讲一下 GAM 在语音上的应用 除了 GAM 在语音上的应用以外 这个投影片就是 GAM 的最后要跟大家讲的东西就是怎么做 Evaluation 那讲完这个部分,其实 GAM 的地方就讲完,我们今天就提早下课 那这个 Evaluation 是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讲的是怎么 Evaluate 用 GAM 产生出来的 object 的好坏 比如说今天在作业一二三里面,你用 GAM 产生的 image 怎么知道你的 image 是好还是不好 其实我觉得最准的方法就是人来看 但是在人来看,其实往往不一定是很客观 如果你今天在看文献上的话,很多 paper 他就只是秀几张他产生的图 然后加一个 common 说你看看我今天产生的图 我觉得这应该是我在文献上看过最清楚的图了,然后就结束了这样 你也不知道说是真的还是假的 所以今天要探讨的就是说有没有哪一些比较客观的方法 来衡量说你产生出来的 object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那在传统上怎么衡量一个 generator 呢? 传统的方法,传统的衡量 generator 的方法 是算 generator 产生 data 的 likelihood 也就是说你已经认了一个 generator 以后 接下来给这些 generator 一些 real 的 data 假设你今天做的是 image 的生成 你已经有一个 image 的生成的 generator 接下来拿一堆 image 出来 这些 image 当然是在 training 的时候 在看 generator 的时候, generator 没有看过的 image 然后你去计算这个 generator 产生这些 image 的几率 这个东西叫做 likelihood 你这边有一大堆的 image 然后你算PG 这个 generator 产生 SI 这张 image 的几率 你算出PG 的 SI 那你可能会取 log 然后把所有的这些 real 的 data 这些其实是你的 testing data 的 image 的 likelihood 通通算出来都平均 你就得到一个 likelihood 这个 likelihood 就代表了 generator 的好坏 因为假设这个 generator 他有很高的几率 产生这些 real 的 data 那就代表说这个 generator 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 generator 但是你今天如果是 game 的话 假设你的 generator 是一个 network 用 game 圈出来的话 你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 你没有办法计算PG 的 SI 为什么 因为想想看你圈完一个 generator 以后 它是一个 network 这个 network 你可以丢一些 vector 进去 让它产生一些 data 但是你无法算出 它产生某一笔特定 data 的几率 对不对 就是它可以产生东西 但你说指定你要产生这张图片的时候 它根本不可能产生你指定出来的图片 所以根本算不出 它产生某一张指定图片的几率是多少 所以今天如果是一个 以 network 所构成的 generator 你要算它的 light network 是有困难的 假设你这个 generator 不是 network 所构成的 举例来说这个 generator 就是一个 Gaussian distribution Gaussian distribution 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或者这个 generator 是一个 Gaussian mixture model Gaussian mixture model 大家应该知道吧 那如果是一个 Gaussian mixture model 给它一个 x Gaussian mixture model 可以推出它产生这个 x 的几率 但是那是因为那是 Gaussian mixture model 它是一个比较简单的 model 如果你今天 generator 不是一个简单的 model 是一个复杂的 network 你求不出它产生某一笔 data的几率 但是我们今天又不希望我们的 generator 就只是 Gaussian mixture model 我们希望我们的 generator 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模型 所以我们今天遇到的困难就是 如果是一个复杂的模型 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去计算 light network 不知道怎么计算这个复杂的模型 产生某一笔 data的几率 那怎么办呢 在文献上的一个 function solution 叫做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也就是说 把你的 generator 拿出来 让你的 generator 产生很多很多的 data 接下来再用一个 Gaussian distribution 去逼近你产生的 data 什么意思 假设你今天有一个 generator 你让它产生一大堆的 vector出来 假设你是做 image generation 的话 产生出来的 image 就是 high dimensional vector 对不对 你用你的 generator 产生出一堆 vector出来 接下来你把这些 vector 做 Gaussian mixture model 的 mean 然后每一个 mean 它有一个固定的 variance 然后你再把这些 mixture 这些 Gaussian 通通都叠在一起 你就得到了一个 Gaussian mixture model 有了这个 Gaussian mixture model 以后 你就可以去计算说 这个 Gaussian mixture model 产生那些 real data 几率 你就可以估测出这个 generator 它产生出那些 real data 的 likelihood 是多少 但是你现在的问题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问题吗 大家OK吗 你说 要几个 Gaussian 对不对 你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现在想要做的事情是 我们先让 generator 先生一大堆的 data 然后用 Gaussian 去 fit 那个 generator 对不对 generator 的 output 那到底要几个 Gaussian呢 32个吗 64个吗 还是一个点一个呢 问题就是你不知道 所以这就是一个难题 而且另外一个难题就是 你不知道 generator 应该要 sample 多少个点 才估得准它的 distribution 要 sample 六百个点吗 还是六万个点吗 你不知道 所以这招在实作上也是有问题的 在文献上你会看到说 有人做这招 结果就会出现一些怪怪的结果 比如怪怪的结果就是 举例来说 你可能会发现说 你的 model 算出来的 likelihood 比 real data 还要大 什么之类的 你会算出很多奇奇怪怪的结果 就对了 总之这个方法也是怪怪的 因为里面的问题太多了 你不知道要 sample 几个点 然后你不知道要 sample 几个点 有太多的问题在里面了 而且接下来还是更糟的问题 我们就算退一步讲说 你真的想出了一个方法 可以计算 likelihood like likelihood 本身也未必代表了 你的 generator 的 quality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有可能低的 likelihood 却有高的 quality 举例来说 你今天有一个 generator 它很厉害 它产生出来的图 都非常的清晰 那所谓 likelihood 的意思是说 计算这个 generator 产生某张图片的几率 但也许这个 generator 虽然它产生的图很清晰 但产生出来的都是 良工春日的头像而已 如果今天是其他人物的头像 它从来不会生成 但是你的 testing data 就是其他人物的头像 所以如果你算 likelihood 的话 likelihood 很小 因为它从来不会产生这些图 所以likelihood 很小 但是你又不能说 它做得不好 它其实做得很好 它产生的图是 high quality 只是算出来 likelihood 很小 所以likelihood 并不代表 quality 它们两者是不等价 那反过来说 高的 likelihood 也并不代表说 你产生的图就一定很好 你有一个 model 它的 likelihood 很高 它仍然有可能产生的图很糟 怎么说呢 就这边举一个例子 里面有一个 generator 1 它 generator 1 很厉害 它的 likelihood 很大 假设我们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 三号想了一个方法 可以估设likelihood 像我们之前的前节图片 告诉你说 估设likelihood 也是很麻烦 不知道怎么做 但现在先说三号想了一个方法 可以估设likelihood 好 现在有一个很强的 generator 它的likelihood 是大L 它产生这些图片的几率很高 好 那现在有另外一个 generator generator 2 它有99%的几率 产生random的noise 它有1%的几率 它做的事情 跟generator 1一样 如果我们今天计算 generator 2的likelihood 那generator 2 它产生每一张图片的几率 是generator 1的1% 对不对 假设 generator 1 产生某张图片 xi的几率 是pg of xi 那generator 2 产生那张图片的几率 就是pg of xi 乘以100 因为generator 2 有两个mode 就是它有99%的几率 会整个坏掉 但它有1%的几率 会跟generator 1一样 所以generator 1 产生某张图片的几率 如果是pg 那generator 2 产生某张图片的几率 就是pg除以100 那现在问题来了 假设我们把这个likelihood 每一项都除以100 你会发现你算出来的值 也差不了多少 因为今天这个除以100这项 你把它提出来 就是减漏个100 减漏个100 才减4.6而已 所以那个likelihood 你如果看那个文献 它们likelihood算出来 都是几百的 差了4 你可能会觉得说 没什么差别 但是如果你看 实际上的generator 2 跟generator 1 比的话 generator 1 你会觉得它应该是 比generator 2 好100倍的 只是你看不出来而已 从数字上看不出来 所以likelihood 跟generator 真正的能力 其实也未必是有关 而那今天在文献上 你常常看到的 一种evaluation的方法 常常看到的 一种客观的evaluation方法 是拿一个 已经称好的classifier 来评价你现在 产生出来的object 假设已经要 产生出来的object 是那个影像的话 那你就拿一个 影像的classifier 来判断这个object 就好像说 我们今天在作业里面 我们是拿一个 人脸的辨识的系统 来看出你产生的图片 这个人脸辨识系统 能不能够变色出来 如果可以就代表说 你产生出来的是还可以的 如果不行 就代表你产生出来的 真的很弱 那今天的这个道理 其实是一样的 假设你要分辨 今天机器产生出来的 一张影像好还是不好 那你就拿一个 image的classifier出来 那这个imageclassifier 通常是已经 事先trend好的 比如说它是个VGG 它是个inception net 今天你把这个image的classifier 丢一张你的机器产生出来的image给它 那它会产生一个class的distribution 对不对 它是一个已经trend好的image classifier 给它一张图 它会产生一个class的distribution 它会给每一个class一个几率 如果今天产生出来的几率越集中 代表说你产生出来的图片的品质越高 因为今天这个classifier 它可以轻易的判断说 现在这张图片 它是什么样的东西 它是个狗还是猫还是人 它可以轻易的判断出 这张图片是什么样的东西 所以它给某一个classifier的机率特别高 那代表你产生出来的图片 是这个model看得懂的 那这个只是一个衡量的方向而已 你同时还要衡量另外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今天知道 说要track game的时候 你会遇到问题就是modecollapse的问题 你的机器可能可以产生某张很清晰的图 但它就只能够产生那张图而已 这个不是我们要的 所以今天在evaluate你的game的时候 你还要从另外一个方向 你要从diverse的方向去衡量它 什么叫做从diverse的方向去衡量它呢 你让你的机器产生一把图 这边举例的时候就产生三张 你把这三张图通通丢到CNN里面 让它产生三个distribution 接下来你把这三个distribution平均起来 你把这三个distribution平均起来 把这三个distribution平均起来 如果现在这个平均的distribution 你如果这个平均后的distribution很uniform的话 如果这个distribution平均完以后 它就让它很平均的话 那就意味着说每一种不同的class都有被产生到 代表说你产生出来的output是比较diverse 如果平均完以后你发现说某一个class的分数特别高 就代表说它的output 你的model倾向于产生某个class的东西 就代表它产生出来的output 不够diverse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的面向 用某一个image据好事件上的image classifier 来衡量你的image 你可以只给它一张图 然后看说产生出来的图清不清楚 接下来给它一把图 看看是不是各种不同class都有产生到 那有了这些原则以后呢 你就可以定出一个score 那现在一个常用的score 叫做inception score 至于为什么叫inception score 当然是因为它用inception data 去evaluate 所以叫做inception score 那我之前有讲说我们今天怎样的generator叫做好 好的generator 它产生的单一的图片 丢到inception net里面 某一个class的分数越大越好 它是非常的shark的 把所有的output 所有的output都丢到classifier里面 产生一堆distribution 把所有distribution都平均 它会是这个越平滑越好 那根据这两者 你就定一个inception的score 把这两件事考虑进去 在inception score里面 第一项要考虑的是说 summation over所有你产生出来的x 每一个x丢到你的classifier里面 去算它的distribution 然后呢你就计算Negative entropy Negative entropy就是拿来衡量说 这个distribution它够不够shark 但如果越shark的话 每一张image 它output的distribution越shark的话 就代表产生的图片 那同时你要衡量另外一项 另外一项就是 把所有的distribution平均起来 如果这个平均的结果 它的entropy越大 也代表越好 所以就同时衡量这两项 把这两项加起来 就是inception score 那其实还有其他衡量的方法 但是就是一个客观的方法 就是拿一个现成的model 来衡量你的结果就是了 那这边就是介绍inception score 给大家参考 还有另外一个在train game的时候 你要注意的问题 有时候就算你train出来的结果 非常的清晰 也并不代表你的结果是好的 为什么 因为有可能的generator 只是印记了training data里面的 某几张image而已 那这不是我们要的 因为假设generator要印记image的话 那直接从database里面 sample一张图不是更好吗 干嘛还要train一个generator 所以我们希望generator 它是有创造力的 它产生出来的东西 不要是database里面 本来就已经现存的东西 但是怎么知道 现在你的game 产生出来的东西 是不是database里面 已经现存的东西呢 这是另外一个issue 因为你没有办法把你的database 每张图片都一个一个一个去看过 因为database里面图片有上万张 你根本没办法一张一张看过 所以根本不让你generator 产生出来的东西 是不是database里面有 那你说我可以用自动的方法 去gain 产生一张图片的时候 就把这张图片拿去跟database 每张图片都算 比如说L1或L2的相似度 但光算L1或L2的相似度 是不够的 为什么 以下是文献上举的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想要告诉大家说 今天光算相似度 尤其是只算那种pixel level的相似度 是非常不够的 为什么这么说 今天这个例子是这样 假设呢 你有一只羊的 这个可能是羊 你有个羊的图 好 那今天这个羊的图跟谁最像 它当然是跟自己最像啊 对不对 跟database一模一样的那张图 最像 好 那现在呢 今天这个图上 因为有很多很多的线 这些线代表什么 每一个就把零这边 看零这边 每一个点 就代表database里面 某一张图片 跟现在的羊这张图片的相似的程度 那黑色这条线代表的是羊这张图片 羊这张图片跟自己的这个距离啊 当然是零 跟其他图片的距离呢 是比较大的 那这边每一条线 就代表一张图片 代表一张图片 那现在 把羊那张图的pixel 往左边移一格 那还是跟自己最像 你会发现说 把羊这张图片的pixel 都往左边移一格 还是跟自己最像 但是如果往左边移两格 你会发现说 最像的图片 就变成红色这一张 第三格 就变成绿色这一张 以四格 就变成这个看起来 也不知道什么 是鱼吗 不知道还是海豚 看不出来是什么 反正就是这个羊 跟这个图片的最像 所以今天假设 你的generator 学到怪怪的东西 就是把所有的pixel 都往左移两格 这个时候 就算它 copy了 database 你也看不出来 因为你的检测的方法 检测不出这个case 不过这边也是一样 就是把卡车的图片 往左移一个pixel 跟自己最像 往左移两个pixel 就变成跟它最像 一三个pixel 就变成跟飞机最像 一四个pixel 就变成跟船最像 所以你很难算 两张图片的相识度 所以今天gain 产生一个图片的时候 你很难知道说 它是不是就是 copy了 database 里面的 specific 某一张图片 那这个也都是 上代解决的问题就是了 所以有时候你gain 产生出来的结果很好 你也不用太得意 因为它搞不好 就只copy某一张图片而已 那这边呢 是另外一个issue 我们说在traingain的时候 会有一个问题 叫做mode的dropping 就是gain产生出来的 假设人脸的话 它产生出来的人脸的 多样性不够 那怎么检测 你产生出来的东西 它的多样性够不够呢 举例来说 假设你train了一个dcgain 我发现我这样子 还在讲过dcgain dcgain是什么 dcgain是 deep convolutional game的缩写 那其实就是 它的trainning的方法 跟Ian Goodfellow 一开始提出来的方法 是一样的 只是在dcgain那边paper里面 那个作者 报收了各种不同的参数 然后告诉你说 怎么样traingain的时候 结果会比较好 比如不同的内容的架构 不同的activation function 还有有没有加batch 什么之类的 各种方法都报收一遍 然后告诉你说 怎么样做事比较好 总之dcgain就是某一种gain deep convolutional game 那怎么知道dcgain 它这个gain 它出现一个人脸 产生人脸dcgain的时候 它产生出来人脸的多样性 就是够的呢 一个检测的方法是 你从dcgain里面 sample一堆image 你叫dcgain 产生一堆image 然后去确认说 产生出来的image里面 有没有非常像的 有没有人会觉得是同一个人的 那怎么知道说 是不是同一个人呢 这边这个结果是来自于 iClear 2018 的一篇paper 它叫do games learn the distribution 它有一些做法是说 我们今天让机器产生一堆的图片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先用个classifier去决定说 有没有两张图片看起来真的很像 然后再把长得很像的图片拿给人看 问人说 你觉得这两个是不是同一个人 如果是 那就代表说 今天dcgain产生了重复的图片 虽然说你今天产生图片 每一张都略有不同 但人可以看出说 这个看起来算不算是同一个人 然后这边呢 是列出一些 就是找出来被人判断是 感觉是同一个人的图片 就是说dcgain会产生那种很像的图片 那今天这边还找 右边这个虚线里面是说 把这个图片拿去database里面找一张最像的图 但你发现说 其实这个最像的图跟这个图其实没有完全一样 代表说dcgain其实并没有真的硬背了training data里面的图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它会产生很像的图就是了 它会产生很像的图 但这个图并不是从database里面背出来的 而且你的做法就是 它要衡量说 那dcgain到底可以产生多少不一样的image呢 它发现说 今天呢 如果sample400张image的时候 有大于50%的几率 你可以从400张image里面 找到两张人觉得是一样的人脸 那借由这个几率 你就可以反推到底整个database里面 整个dcgain可以产生的人脸里面 有多少不同的人脸 那详细反推的细节 你再check一下paper 如果今天这个推法 你回去自己想一下 你自己的这个 谁都想得出来 这个国中数学而已 那你有个database 它里面有m张image 这个m到底应该多大 才会让你sample400张image的时候 有大于50%的几率 sample到重复的 这个问题就是这样 然后就反推 到底这个database有几张image 它反推出来说 dcgain 它可以产生的各种不同的image 其实只有0.16个million而已 只有16万张图而已 那觉得说其实太少了 好 那接下来呢 有另外一个做法 叫做ALI 它就算说 ALI ALI比较强 反推出来有 可以产生100万张 各种不同的人脸 就是了 所以ALI看起来 可以产生的人脸的多样性 是比较多的 但是无论是哪些方法 都觉得说 他们产生的人脸的多样性 跟真实的人脸比起来 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差距的 感觉gain 没有办法真的产生人脸的distribution 那这些都是上代研究的问题就是了 好 那我们知道gain的一个issue 就是它产生出来的distribution不够大 它产生distribution太 narrow 那有一些solution 比如说有一个方法 现在比较少人用 因为它implement起来很复杂 运算量很大 叫做 raw game 所以既然没有 那我也没有打算讲它 我没有打算讲它 为什么要放在这边呢 等一下你就知道 然后 有另外一个方法 叫做 mini batch 的discrimination 它的方法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也就简单讲一下就好了 一般我们在劝 discriminator 的时候 discriminator 只看一张 image 决定它是好的还是不好 好 那mini batch discriminator 是说 让discriminator看一把image 决定它是好的还是不好 看一把image跟看一张image 有什么不同呢 今天看一把image的时候 你不只要check每一张image 是不是好的 你还要check说 这些image它们看起来像不像 那今天discriminator 会从training data里面 从database里面 sample 一把image出来 会让generator sample一把image出来 如果今天generator 每次sample的都是一样的image 发生more clear的情形 discriminator 就会抓到这件事 因为在training data里面 每张图都差很多 如果generator 产生出来的图都很像 那discriminator 因为它不是只看一张图 它是看一把图 它就会抓到说 这把图看起来不像是real listing 这个大家可以了解吗 就改了一下discriminator 让它看一把图 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也是看一把图的方法 叫做 OT gain optimal transport gain 那它的图就是彩色的话 不错 就把它放在这里 好 那其实gain的东西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那在下课之前 我们就是为gain的部分 下一个结论 我们说 这个是gain的from a to z from a to z 是什么意思 你Google一下这个英文片语 a to z的意思就是 从头到尾的意思 但是我们这边的a to z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就是a to z 你知道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gain 当你发明一种新的gain的时候 你就可以在前面加一个英文的字母 所以你其实可以跟朋友玩一个游戏 就是谁可以说出最多的gain 这样子 我今天早上才查了一下gain的字母 有一个gain的字母 我发现现在其实已经有超过 在课堂开始的时候 我们说有三百种不同的gain 我刚才查了一下 已经有三百六十种不同的gain 那数目是不断的在增加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复习一下 我们在这门课里面提过的gain 然后从a开始讲起 这样子 从a开始讲起 如果a开头的gain 有什么呢 有什么呢 你想得到a开头的gain 这是一个你可以回去跟朋友玩的游戏 虽然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人跟你玩这个游戏 A的gain有什么呢 有acgain 是不是要在讲三之二的时候 以conditional generation 我讲到acgain 好 b有什么呢 你想得到b有什么吗 啊 bgain bygain是吗 有bygain 对有bygain 其实也有bgain 真的有bgain 而且bgain还有两个这样子 你去查一下文献 现在所有的名字都已经混在一起了 你去看那个gain的游戏 好像什么sgain就有四个这样子 你已经搞不清楚 就说sgain 你搞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东西了 好 所以现在非常的混乱 c有什么呢 c有cyclegain 对不对 啊 还有别的吗 conditionalgain 忘了放conditionalgain 好 有conditionalgain 好 那d有什么呢 对 dcgain 对 还有dragon 他叫dragon 请你看一下他的名字 我觉得还颇坚强 根本是想要先凑梗才想方法 对啊 他的title是how to train your dragon 而且他后来真的投到ICOR的时候 他把他的title改掉了 好 好 那 那e有什么呢 e有 evegain 对 evegain evegain 没有讲到叫做begain 就把evegain 把过来就begain 就begain 这样子 好 还有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f还有什么呢 f就是fgain 这样子 对啊 有fgain 那g有什么呢 hgain 其实我觉得h好像还蛮好凑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 没有h 就等着你propose 这样子 等着你凑梗 我觉得h应该还蛮好凑的吧 因为你知道hpropose有什么hierarchicalgain 他缩写就是hgain了 就等着你还propose而已 i有什么呢 info gain j有什么呢 j有什么呢 j还真的是没有 这样子 j还真的是没有 k有什么呢 k还真的是没有 这样 其实你查gain的入友啦 有什么一些比较奇怪 有一些比较特别 所以我们今天就太specific 所以就没有讲 好啦 l有什么 l有两个lsgain 蛤 对 l有两个lsgain 好 m有什么 你想得出来吗 有其实有nngain nngain 就是我们一开始有讲 在讲gain的比较的时候 我们说 有一个叫做min-maxgain 然后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n开头的就是non-saturationgain 然后ean goodfellow有说 你要 刚刚你提到说什么 因为大家在配朋友都会说 Originalgain 我们跟Originalgain 比 你不调好讲说 Originalgain到底指的是 nngain 还是nsgain 等一下特别人帮他们取了名字 告诉我们说 以后最早的gain 叫做nngain 但实际上一开始 nngain ean goodfellow劝不起来 只要用的是nsgain o有什么呢 o就是otgain 我想看为了硬臭肯 你才放到otgain 好 那pe有什么呢 pe有什么呢 pe有一个 不是没讲到progressivegain 没讲到progressivegain 不过现在讲一下progressivegain 是什么呢 progressivegain就是说 我们不是有讲过stakegain 就可以说小张的image 产生大张的image 那progressivegain 是NVIDIA做的 它的概念完全一样 就从小张的image一直升一直升 升到大张的 它从4乘4 升到8乘8 到16乘16 所以又升到1024乘1024 超大张的image 然后连毛细孔都看得到的那一种 这样子 然后非常的realistic 产生非常的激烈 产生非常的激烈 产生非常的大张 Q有什么呢 Q还真的是没有 我觉得Q应该还蛮好凑 你要把它用在一些reimposed learning上 就可以产生一些Q learning basedgain 什么之类的 R有什么呢 R有rankgain 就是在讲sequencegain 硬是提了一个rankgain 就只是想要凑梗而已 那S有什么呢 对 S有sequencegain 其实它有很多话 staygain 有stargain 还有sequencegain 这样子 stargain就是在讲那个styletransfer的时候 有讲到stargain T有什么呢 T T有吗 T有吗 其实在讲百gain的时候 我顺便提说 还个triplegain 这样子 这也是为了硬臭梗而已 那U有什么呢 unroadgain 我会硬臭梗所以硬放了一个unroadgain V有什么呢 V有vaegain 这样子 w大家都知道 我们有wgain x呢 x有出现在某个地方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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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有一个xgain 这样子 就在讲styletransfer的时候 那个两个encoder 两个decoder的那个东西 它就是xgain 那y呢 y还真的是没有 z其实也没有 这样子 我觉得y应该还蛮容易臭梗的嘛 就是说 y的字很少 yy的词汇很少 所以你很难 propose一个 跟y有关的gain 但是你可以从形状来想 sgain 都是从形状来想的 所以y你一定可以从形状来想的 这是一个encoder 然后有两个decoder 然后就是一个 y intence 什么之类的 没有呢 我觉得这应该很好臭啊 对 好 那其实我觉得今天要讲的呢 就是就是这个样子啊 所以我们就 gain就讲的差不多了 那我们就下课 吧 来吧 点赞 点赞